近來食品安全事件頻傳 造成民眾忍心惶惶 桃園縣長吳智陽決定 將設定全國地方政府首創的 桃園食品偏加物管理自治條例 並修法提高檢舉獎金最高達2000萬元 狐狸全民一起打擊不法食品 食安亮紅燈 一些大廠紛紛出現狀況 14號桃園縣府地檢署與調查站 共同宣示打擊不法食品 除了全國性的茶器以及下架以外 我們也決定要做一些特別的措施 首先我們已經送到議會 全國第一個地方政府提的 食品添加物的管理自治條例 補充現在食品衛生管理法 比較不足的部分 自治條例提高檢舉獎金到罰款的10% 同時把窩裡反檢舉獎金提高到2000萬元 全民一起協助稽查不法食品 我們有一個最高的獎金 就是窩裡反的獎金的部分 提高到2000萬 希望來鼓勵我們員工們 有良知的員工們 當然知道說工廠裡面有製造一個 危害民眾的產品的時候 應該勇於檢舉 不只提高檢舉獎金 還設立1950求償專線 要幫民眾討公道 還推出一系列婆婆媽媽必須知道的食品安全講座 我是覺得我們人民沒有辦法去防範 那只會從媒體方面去知道 要自己判斷現在 不要聽那個廠商說怎樣好怎樣好 就好比化商品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有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這個也是跟我們一般消費者教育有關 不能一味的靠政府 食安風暴政府連日來飽受批評 除了補漏洞還增加高額檢舉獎金 要讓全民共同為台灣食安把關 新唐人亞太電視胡舒霞吳美容 台灣桃園採訪報導